因为我觉得图书馆特别的重要 一个是当时的社会的开放也很重要 因为当时是压抑了那么多年以后 突然间的开放 大家都有一种愿望 就是想寻求一种新的东西 这个也是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 这是一种力量 但是书是帮助你去了解一种新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想哲美出了那么多人 一个是声援 因为哲美也确实是中国最重要的 一个是中央美员 一个是哲美 所以他收集的声援应该说是最好 最高质量的 而且是积累了十年之后的这些声援 我们的同学之间的年龄甚至是差十岁 我的同学比我大的是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是十八岁 有些已经是二十三十 将近三十岁的这种 这是十年来的人才的一种积累 所以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就是说这时候能出现一件 但最重要我觉得很感动 当时就是那校长墨婆买的 那就是用钱来建立的一个很好的图书馆 那当时的那个图书馆应该是说 是中国最好的一个图书馆 在美院中间是最好的 我们不能说当时的书籍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起码我们看到了一些西方名家的 不是说单代的 是现代的一些 比如说房高的 这些的还是一些绘画的 但是是很好的 我们开始做了一些探索性的 我做了一些 比如说一些关于在国画上做一些简贴性的一种尝试 或者是慢慢的 开始就是说想做一些就是我们已经画过的 这种传统国画之外的一些尝试 所以当时还有一些图书 比如说我说当时我比较关注的是法国的新小说 法国的存在主义 文学 哲学 这些我觉得当时的学生都 每天晚上我们就到图书馆去 越南市去读书 所以书籍应该说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源 使大家能够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 当时我觉得因为说实在杂志极少 杂志还是极少 我觉得书籍呢 真正的从图书馆里头给我印象很深的书籍 我觉得还是不是太多 因为当时还是很多 还是局限在一些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巴黎的书店 可以买到的给旅游者的这些书 比如说房高啊 这些印象派的 这些赛上啊 这些都基本上是这些书 这些书我觉得现在就是在巴黎的这种书店 放在街上很多这些书 但是它给我们一种比较开放的一种 起码我们可以不再抗苏联画派的这些东西 我们觉得还有苏联画派之外的一种 从现实主义之外的一种东西 所以导致同学中间有时候流传说 最近有些什么可读的书 或者说我们还是更多的走到书店去 还是从书店里有一些更新的东西 当时还是很快的就翻译一些国外的文学 哲学方面的一些书籍 艺书的你说很新的也不多 比如说当时费大回的岳母 她是什么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 她翻译了不少就是翻译了一些不说不少 就是还挺新的一些西方当代的一些介绍的一些书籍啊什么 所以开始有一些关于翻译的书 但是也还是很少 还是很有限但是起码让我们就是知道可以去寻求一种新的新的一些东西 还可以买到一些很少量的一些杂志 或者说从朋友内得到一些比如说杜香的访唐的印刷的这种 不是印刷就是复印的书籍 因为我说在泽美的时候我毕竟是在局限在国画系 就是说我还算我觉得在国画系这个班上我算是比较新的 就是说我做了很多就是在纸张上的一些探索 比如说变形的人物啊或者说是一些拼贴性的啊 一些文字性的东西 但还是始终是在探索 当时在学校我就跟永平认识了 所以还有一个叫侯文仪的我的好朋友就是他也是在在美国 他现在在美国对对对 他是我的当时是我很好的朋友 所以呢我就对新的东西总是经常到国画油画系去看一些 对新的东西我也始终很好 后来毕业了以后呢我和永平就我们就关系很好 他对我当然影响很大 后来我就当时我也试着写 因为我说我对文学很有兴趣 我当时还试着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啊什么的 一种尝试性的东西 不是说我想写小说 我是试着想用各种方式来表达 立仙廷呢不是办了这个八五的这个 这个八九年的这个前卫艺术长的时候 他就对我说 他说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做 所以呢因为我一直在在看 一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当时就突然间就有了这个念头 我就说我就做了一个这个睡场这个作品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展览组织是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机会 但是可能就改变了你的这一生的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绘画对我的局限性已经是表达上已经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所以后来就做了这个作品 以后呢我就到了法国以后 我不是做了冰蛇童的白费口舌啊什么 我就开始做自己的尝试 虽然我知道是很难 永平也跟我说 他说你一个艺术家已经够难了 但是我说没问题 我试试看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有不断的机会给我 就是我能够继续这样做下去 虽然说装置对一个女艺术家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很多勇气 因为这种方法是对一个女艺术家来说是相当好 因为在实现上有很多东西 所以85的就是说 这个89年这张呢 是我对装置的一个第一次的尝试 是什么事 这种方法可以继续另一次人 我上位就直接说 是我一人的衣试 新闻是一位 国家的需要 我们别人的已经执dig了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 我去 感谢观看